今天是1月3号 现在是上午的10点50分 A股出现跳水的动作 那么这个时候跳水怎么办 不要慌不要急 跳水是机会 那为什么是机会的大群众方向齐稳 今天跳水撒低的主要是前期的提残核心品种 比如说汽车科技类出现大幅度调整 那么汽车科技的会调整 这个可以理解为获利盘出逃 它并不是大幅度的出逃 并不是高位崩盘 只不过是有一些高位票出现资金的出逃 所以这里我提醒大家 反而调整是为了更好的上涨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纠结 不要担心 只要你不去追高位票 不要追那些涨了几倍的 不要追那些龙氛凤舞的问题都不大 那接下来怎么看 大家这些问题 我们就盘面做一个分析 在讲分析之前 大家评论区一波叭叭叭支持一下 大家看这是上阵的分析图 如果你单独看上阵分析图 它现在是属于红盘的 属于一个什么小幅度的一个震荡区间 绿这个黄线和这个白线几乎差距不大 说明相对来说一个平衡的状态 你看目前涨的900多家 跌的1300多家 涨的少跌的多还是红盘的 说明什么 说明今天大群众并没有砸盘 说明今天大群众并没有压盘 甚至还在护盘的动作 对不对 今天为什么会跌 其实跌的方向 大家都知道主要是在创业板这一块 创业板的下跌主要原因是什么 新能源为代表的方向 包括汽车离电池等等 这些方向在刹跌 还有就是什么 近期涨的比较好的一些科技类 出现回产 对不对 这里就是一个题材股的回产 题材股的回产 我觉得没必要纠结 比如说汽车好 还有科技类 他们都是因为前期涨了比较大了 出现一些回产 你看今天大跌的票 今天跌停的票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后排这些票很多是什么 很多是前期涨幅巨大的 或者说近期涨幅巨大的 出现大跌 那么一些低位的 他跌幅并不是很大 所以你只要避开这些高位的 我觉得问题都不大 你看对吧 大跌的几乎都是前期的一些高位票 一些涨的比较疯狂的一些票 好 那我们回到市场的本身 那在这个位置怎么理解 还记得昨天前天跟大家说过 涨上去了 他回踩一下很正常 回踩是为了更好的上涨 所以指数并没有问题 指数还是属于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回踩区间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墨田来说 包括外资 他都没有出现砸盘 对不对 你看北上资金 那是进买入9个亿 进流入21个亿 所以他并没有流出 而且还是在上升的一个过程当中 说明了这个时候 昨天通过砸盘以后 今天的一些权重股开始起稳了 又开始出现一个反弹的动作 我一直强调大家 只要大金融能够稳 大盘就下不去 昨天之所以杀 是因为大金融表现不佳 我说大金融可能会说 昨天银行没怎么跌 对吧 银行的话是下午的滤盘 但是昨天的大金融砸盘主要是证券 对不对 昨天主要是证券在跌 你看证券是一路走低尾盘 是吧 创了一个什么调整的一个什么 一个杀跌的一个低位 对不对 所以今天的证券没跌的 证券盘中还出现一度出现货盘 只要证券银行这些大家伙能够稳住 所以大盘想跌跌不下去 那么今天杀跌的主要对象就是什么 就是奇才股的一个跳水杀 那奇才股的跳水杀 我觉得这个并没有出现大幅度恐慌 只不过是一些什么高位票在杀 低位票仍然是什么是好事 对于一些低位票来说 我觉得调整一下杀下来就是机会 所以大家要把握好了 给你送钱的机会 我说送钱可能很多会有因为 哪里有钱赚了 哪里有钱送的吧 那我们看 这是今天上午的一个板块情况 从上午的板块你会发现表现就像是药中药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煤炭 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传媒房地产 你发现了哎呀这个是吧 房地产今天护盘了 房地产今天终于不跌了 那么房地产怎么理解 其实可以理解房地产就跌的比较多了 超跌反弹吗 对不对 这就是就是因为前期跌的比较多了 跌的比较惨了 这里促进一个护盘的动作 是不是 那我们来看整个的房地产板块 他的一个走势 他走势的话就是前期在这里 连续的两轮下跌以后 这里出现一个止跌起稳的动作 后面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拉伸反弹动作 那么反弹后就是大家一个什么 一个可以 找高位一个出货的机会 这是大家说注意的高位出逃 不要再去盲目的去追的 不要盲目的去顶的 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一个细节 注意的一个变化 好 那我们来看 除了房地产之外 今天的其他群众板块就是什么 就是煤炭了 煤炭表现很强了 昨天大涨过 今天煤炭再次上涨了 很多会说了 这个煤炭怎么理解 对不对 其实我在前面跟大家说过 煤炭的话 尤其是在前期最高被套到 或者说近期货率盘比较大的 越是往上涨 尤其碰到前高附近 真的越要考虑先测了 因为在2023年整个煤炭板块是没有跌的 还是在涨涨的整体来说 它价格还是偏是偏高的 煤炭之所以能够维持高位是什么 原因其实就是它价格 对不对 它价格比较稳 价格在上涨 跟什么跟现货价格有关系 你想想我想问一下 煤炭价格 你不可能一直维持在高位 对不对 它已经到了什么 已经到了很高的位置 这个时候你去是吧 再去追高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 还是要注意一下 尤其是在近期出现连续反弹后 越是往上走 越要考虑的一个是跑路的一个动作 这是大家特别要注意的 比如看它一涨了 哎呀 这个煤炭板块又起来了 又大涨了又去追 它本身位置就是高位 像这种地方的话 这种方向的话 大家有获利盘的 我觉得是可以落袋的 这个是要注意的 好 那除了煤炭之外 你看今天的刚才讲的 还有这个要对吧 今天表现也不错 中越的话出现反弹 昨天反弹 今天暂时反弹 你会发现中越的话 在这个位置出现底部的什么五菱阳 五菱阳 中央为什么这么强 其实跟天气有关系 现在是什么天气 大家知道吗 现在是属于什么冬季的流感高发期 所以这里上涨的话 就跟这个有关系了 流感都对 朋友们上方同样的存在 就到了压力 这个时候 中央你能追吗 你能顶吗 也是一样的原理 不能追 不能顶对吧 如果你在前期 在这个位置也是在高位追进去的 那么现在拉高了冲高了 有机会给你跑路了 也机会给你 检查了 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崩高去考虑 监测 还有我们来看 这个 今天的中央板块有多次票 涨幅在10个点或超10多点 但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这些票都是什么 都是百交所的票 还有就是像一些前期的一些人机票 像华生这些都出现一个异度 其实你看这种票的话 给他起个行对吧 前期如果你在高位追进去被套的 这个对吧 套住的那好 这里你看 一个急拉一个冲高 给你机会解套 那就是什么 就是机会 跑路对不对 如果你不跑的话 你在这个位置追进去 现在是不是套住了 所以朋友们要注意这些变化 注意这些细节 好 包括龙金 这些票都出现一个明显的冲高的动作 对于当下的这种行情 我们该怎么理解呢 其实要的话还是要看什么 还是看消息面 如果这个流感持续扩大或者爆发的话 同样的原理 他还是会有是吧 有一部分机会的 或者说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再次出现一个大反弹 也是可能的 这个还是跟消息面 刚刚才这个煤炭一样的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这些因为他有很多不确定性 对不对 这个你就不说 这个煤炭会继续涨 这个煤炭会继续跌 这个就没法说 价格涨了 他就涨了 价格跌 他就跌了 这个药也是一样的 药的话就是说流感 过大了 流感对吧 数据不太好了 他就会涨 流感控制好了 流感数据下滑了 他就跌 就这不回事 所以你在做这种方面的时候 在操作这种方面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这些消息面来变化 也就好 你看 除了这些这还有就是景点旅游 这些出现下跌 出现上涨了 这些也是属于一个超跌反弹 说白了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低位的反弹 今天的表现明显就是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高低切 什么意思 就是高位的这些 其他板块出现调整 低位的出现一个反弹 那我觉得他就是超跌反弹 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跌的别惨的一个反弹 他并不是主线 并不是如何大涨的才涨的 所以这种方面你要谨慎 什么意思 谨慎追高 这个是大家说注意的 对特别留意的 整个盘面来看 现在赚钱效应表现的非常的不太好 我说不太好 你一看这个就知道 对不对 目前为止 你看涨幅在10个点以上就30加上下 而且昨天强势的品种 很多今天是备案的 就是说开盘就什么就 大跌或者跌停 就是我们说的河暗流的行情 所以在这种行情下 你做起来就难度非常之大 好 现在大家最为关心的是 今天跌的比较长的是科技类加汽车类 那么科技类加汽车类怎么怎么理解 是不是出货了 我们可以重点看一下 这个华为概念 以及人工智能速食经济方向 以及汽车方向的新能源 我们现在看华为 华为是市场的一个焦点 对不对 市场直接关注一个重点 今天是直接低开 现在跳水 跌幅在一个点左右 那么怎么理解 对于华为整体的走势 我觉得它的指数并没有大问题 你看没有 它并没有大问题 你说这个位置是出货吗 货出在哪里 你看没有 它的量能放出没有 量并没有放巨量 并没有巨量出货 并没有巨量大跌 那这怎么叫出货 只是说有小部分出货 这小部分出货出货在哪里 就是那些涨的比较高的 大涨的票出货 另外一个我们看它的整体的一个位置 这里 对吧 它是属于一个上升周期 属于一个上升的一个一个过阶段 回踩的话 那就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更好的上涨 回踩后 就是为了什么 更好的拉升 对不对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是需要注意 需要留意的 整个盘面来看 我觉得它的华为这个方向的话 趋势还是没变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太过纠结 太过的担心 当然一些暴涨过的票 一些涨幅比较大的票 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 短期还是要注意一下 避免踩了这个坑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目前的整个板块 还是有多支票出现涨停的 但如果你看这些涨停票 大家就发现 华为概念今天涨停票 其实它有个特点就是什么 低位的上涨 就是我常常给大家说的 补涨 对不对 低位的补涨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事 就是说低位补涨了 那接下来就是高位的开始什么补跌 这里就是一个轮动轮化 好 那 整个的华为概念 它还没走完 我觉得调整后 还是大家值得重视的一个点 那我们再看一下人工智能 看人工智能的话 你也会发现人工智能 也是它往下走 对吧 也是相当策略相当的思路 回产 但是整体来说它位置是吧 是属于一个什么相对来说 不算高的位置 这里调整一下 对不对 然后去反弹拉个拉 是不是又是一个机会 一个上升反弹的机会 当然 整个人工智能板块 它现在就是属于一个高位的震荡 这里 属于一个高位震荡 那么每次集结回踩 到下面的一个支撑位附近 那反而是机会低息的机会 但是拉起来拉了高位的话 也不能盲目去顶 至少它还是在一个区间震荡 说白了就是这里 这是下面的一个什么 一个低位附近 这是上面的一个压力位附近 它是属于一个什么 一个区间震荡的位置 所以在这个位置 大家要注意的细节是什么 跌到下面底部附近 我们可以低息可以潜伏 拉到上面高位附近 我们可以什么 逢个减仓逢个出货 就这么节奏 就这个思路 以后也是一样的原理 必高就低 高位的要小心低位的可以重视 还有就是算数字经济 也是一样的思路一样的策略对吧 它走势 你看跟人工智能几乎都差不多 那你会发现有一些个股的话 前期涨幅比较大的 近期调的比较充分的 它是不是又起来了 对不对 你看这种段前期 在这里出现一波大幅上涨 那么近期回调到低位的话 它是不是又起来了 这就是我常常跟大家说的 一些人气票 一些农村票 调整到低位的 到支撑位的 可以潜伏 不过反收反弹 没有问题 那里不追高 是不是 好 这是整个的一个科技方向的一个情况 包括一些其他品种 比如说机器人 这些都可以按照的策略 按照的湿度去看 还有就是汽车方向 今天表现也是非常之的不 不好 你看新轮车对吧 直接就备案了 昨天新轮车表现也不是和好 今天再次敲嘴杀 那这里的话也是 出现一个回踩 这里 这里 这里是属于低点 你对不对 这个现在是属于什么 属于反弹后的一个低点 那么回踩后 回踩后 那还是为了上涨 还是为了去冲前高的一个位置 那说白了 就是汽车 它也是在这个区间里面 下面你看这里 这里是一个低点 这里是什么 这个位置其实就是一个尴尬点 我说尴尬点 当然是什么意思吧 尴尬点就是在这个位置 是吧 上涨的话 上面有压力 下跌的话 下面有支撑 所以它是属于中间位 这个位置就是上可以下可以 所以大家纠结的就是在这个点 你们该怎么办 其实我也觉得没必要怕 没必要纠结 没必要担心 整个盘面来看 它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反套的一个回踩 回踩后就是为了一个上涨 你会发现这个方向的话 各股有一些明显的是出现一个新的机会 利比说相悦的 对吧 这种票的话 你就发现 它前期没怎么涨的 近期就出现异动了 出现上涨了 再看一下 还有就是像这个上尾 对吧 前期 这里你看出现一个明显的就是什么 红盘震荡 这里涨就起来了 他也是这种走势 还有包括日久 对吧 伯洁 东方 他原理都一样 就是高低一些 高位的补跌 低位的补涨 现在这个这个行情就是这样子的 整体的一个盘面就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个股 说个股的话 就今天涨幅 或者说之前的 或者涨停的票 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而且持续上涨 连续涨停的票 那就更少了 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 市场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只是一个什么 弱反 我说弱反 并不是大流市 并不是大行情 所以你在操作上面 尤其是在 追高这一块 要特别的小心 特别的谨慎 不要盲目的去追 不要盲目去紧 好了 再看一下后排 今天后排的话 有一些票是跌幅表霸了 或说一些大跌的票 那么这些怎么理解 这些就是什么 有利空影响下的 或者说有什么 暴涨过的票 你像S7连众 大家注意 这些跌的票 其实很多就是什么 利空影响下的 或者说一些近期暴涨过的票 整个来看 高位票仍然是市场的一个杀跌的主力 我刚才讲了龙飞凤舞行情 对吧 龙猪头的圣 你看 跌幅相对来说高位的 对吧 你看这里 龙舟 圣龙 天龙 对不对 这些都是大跌的 跌幅比较大的 还有一些在近期涨幅比较大的 对吧 像东安 还有这些 比如说瘟一 这些都是近期什么暴涨过的票 所以这种票也出现什么高位补跌了 对不对 高位也是出现一个什么 大跌的一个动作 所以你只要避开这些前期暴涨过的票 问题都不大 从资金的一个角度角度来说 他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高低切换的动作 就是高位的开始有资金出货了 有资金出盘的出逃了 有资金压制的 但是低位仍然是机会 是大家可以什么可以博弈的机会 好 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